請次長 請黃市長 許委員好 市長好辛苦齁 市長針對那個高雄市 這個交易局 就是這個十二年國教 補助高中生五千塊現在不補 這個到底市長 您的看法怎麼樣 我請這個吳署長來說明 好 謝謝 我來做一個說明 那過去是 高雄市是補助五千塊 台北市是補助六千塊 那在我們 實施十二年國教 一百三年之後也不會影響 所以他們原先補的 就是讓他們縣市自己再補 再補 不會影響 不會影響誰 不會影響到高雄市他們原來給學生的 對 那現在 據我們了解的就是 高雄市目前 負擔這個 經費十二年國教之後 就是四億多嘛 那台北市是九億多 合計在一百五十三十年度 那今年這樣補 明年呢 還是以後通通不再補了 這他們高雄市的五千跟台北市的六千 對 是以後 從今以後 這通通 教育部的立場通通不補給他們 是不是 就回歸到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五十六條的規定啦 對啦 那就通通不給他們對不對 以後就沒有機會了嘛對不對 我們跟他協商啦 協商啦 那個 你們這樣考慮事情齁 對 你們這樣考慮事情會變成說 我下一次也跟部長講過 其實你們 當幕僚應該給他一個比較正確的 長治久安長遠的建議啦 是是 喔 這個事情很明顯的 五級政府要唱出來沒辦法 喔 阿很明顯的 都是一樣 都是台灣的直轄市 喔 那他們之前比較照顧教育的 城市 就要因此而受到教育部的懲罰 這個以長遠來講 對社會這樣子算公平嗎 你覺得呢 這個 你以一個整個社會公平的角度來看 未來的 譬如說剛才我談到的 呃 台北市的六千塊 高雄市的五千塊 還是有這個 台北市跟高雄市 兩個直轄市來 這個不用重複了 我知道了 我是說 今年是如此 明年是如此 後年是如此 以後都是如此嗎 那看我們的財政 的情形 只要說財政可以 支付的話 那就是可能有調整的空間嗎 那以目前呢 那你現在是在把台灣再分等級了 再分階級 目前台灣 台北市跟高雄市以前你們 比較重視教育的兩個城市 現在呢 我教育部呢 就是要給你們懲罰 我現在補助的時候呢 你們這兩個城市 以前你們所自己 是 欠當內套 欠出來 那錢 你們就是 繼續欠當內套 所以這個又補助 賣給你們了 是不是這樣子的一個立場 你對整個社會公平的立場 這樣子適當嗎 根據習委員報告 過去的台北市跟高雄市的財政 是比其他現實好些 那以後教育部所有的事情 都要這樣子差別待遇嗎 事實上 這個 以後教育部 所有的政策 只要有新設定的 只要舊的 已經有在做的 就通通不能再追溯了 通通不能再補給他們喔 是不是 事狀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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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齁 概要補齁 我覺得你們做無聊 你們要給長官一個正確的建議 我舉個例子 教室編制 提升到1.7 1.7 對 多小的教學員編制 這個也是署長你負責的嗎 對我負責的 那代運到1.7 也是教育部代運了 對不對 我們教育部朝向這個目標 因為提升 國民教育的品質 到底能不能做得到 我們是朝向這個目標來做 但是 我想習偉 你可能知道 有些縣市可能還有點困難 但是我們透過補助的方式 來幫助他們 那教育部補助是補什麼 你知道嗎 補助 是補他們的薪資嗎 還是補他們的終點 補 有些是補薪資 有些補薪資 有些是補薪資 對 有些是補終點 對對對 要看狀況 看狀況 怎麼一直都在看狀況 最後沒有一個公平 說我對家裡的孩子 要怎麼有一個公平的規則 所有東西都看狀況 譬如說我們那個 準備 禁用 1500人 這個就是補薪資嗎 不是補終點 提升他們的教師 嚴格的編制 那每個縣市 因為有點狀況不一樣 譬如說高雄市 可能跟這個台南市 跟這個彰化縣 不完全一樣 因為他們的國小的教師 原則的 原則不太一樣 高雄市 的確是 目前有一點 我簡單的講 我們也要來協助他 現在 債部補助的 大部分都是補終點費 對 終點費 補助薪資的 是少之又少 所以呢 也都是中央請客 要求地方要買單 那再加上 國立高中職 也是您的業務 國立高中職 是我的業務 國立高中職 地方不接 你有什麼意見 你覺得適當嗎 現在只有新北市接 對啦 那高雄市 還有台中市 為什麼不接你知道嗎 這叫財政負擔的問題 對啊 那你財政負擔 你要叫人家接 有沒有準備錢給人家 還是說錢 我不準備 你就是接了 是不是這樣 我們會 我們會透過學商的方式 也是看狀況而定 不不不 要透過學商 我看以後 跟你說事情 都要看狀況 以後立委跟你講事情 也是看狀況而定 看是大排的立委 還是小排的立委 每個立委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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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的標準 好像什麼東西都要看狀況 這怎麼可以咧 總是有一個一致的原則 是是是 學校 高中職 一般的縣市不敢接 其實都是經費的問題 對 那你看教育部 要做多少事 教育編制要到1.7 其實教育要花200億 十二年國家要花300多億 國立高中職要花多少錢 如果縣市自己接自己要花多少錢 縣市接喔 平均咧 那平均 新北市可能就要二十幾億了 好 我們都偷偷了 偷偷 總共咧 總共喔 包括這個台中市 現在如果 所有的學校都接了 下一步可以少花多少錢 台 包括台中市包括台南 對 包括這個 喔那那 那你搞不清楚了啦 那現在一下子我送不起來 好啦 那總而言之啦 就是署長 對 台湾人在說一句話 有多少 牠倉吃多少 下油 今天教育部要做的工作 其實我們 不要說 我推給地方 地方不能承受 地方推給中央 中央不能承受 這些工作都不一定可以做 對啦 你要面對現實 就是說我哪些事情是可以做 哪些事情是沒有辦法做 哪些事情是沒有辦法做 哪些事情要做到什麼程度 中央跟地方有個默契 你這個政策定出來大家沒話講 結果你現在定出來的政策 是地方承中央 地方承地坑 啊現在大家都說 都各持一個理由 然後將來是看狀況而定 這樣子以後國家怎麼做事呢 沒有啦 中央跟地方來合商啦 協商啦 協商 我現在要的結果 你現在都 我都可以預測你到時候講 講一講又沒有啦 什麼東西都沒有啦 我們會來 坐下來談談嘛 跟高雄市 坐下來談談 高雄市交易局長 第一個啦 我現在最簡單的 我現在所有人研究一下啦 對 今年我就希望說 啊 高雄市跟台北市 這若是五千塊或六千塊的補助 對 下一步要出 啊 今天這個協商如果成功那就OK 啊 協商如果不成功 下一步 你不能沒有止盡的要求高雄市 跟台北市無條件的長時間負擔這些經費 他還是會排擠到我們其他的教育經費啊 好 所以我覺得你不能老是看狀況 給我們每次都是一個莫名其妙很模糊的答案 那你叫我們回去跟地方要怎麼講 那你教育部的公信力又在哪裡 好 所以我希望說 我們來演繹啦 演繹啦 演繹要有具體的結果不要都是演繹 對 好 所以這件事情我希望說教育部能夠盡快 能夠有一個 確定的答案 你跟地方協商 你跟地方拜託說 啊不然第一年先拜託人 第二年我就給人 也許那地方也可能會接受啊 但是教育部總是有教育部的誠意要做啊 我給習 習立的報告啦 目前咧 為什麼要負擔五千塊錢 應該有頂辦法 他高雄市 台北市都有 訂補助的辦法 這個我都知道啦 你知道嗎 這個我都知道啦 我現在就說 教育部的公平的誠意 在哪裡 特別都是我們家裡的小孩啦 對啦 幫助啦 你們這兩個小孩比較好 還是你們這兩個小孩 有的是比較好 有的是三隻 還會欠重點 出在教育裡 是因為中式教育 不是因為好育 啊結果你現在說 啊因為你們以前你們自己出錢 所以你們未來繼續自己出 我覺得那個邏輯是這樣子 所以下一步就算 他本來坦白講 台北市本來比我們高雄市有錢啦 那你現在又講說 中央老師講說 高雄市負債最多啦 啊 高雄市那不是真的比較有錢 是沒有錢 金欠 欠錢 來夠夠用 這樣 你又給他懲罰 沒有啦 高雄市以前是有錢 因為高雄市它 病進來齁 才會受到影響 所以病進來你看 我覺得你要講現狀嘛 現狀 以前就是以前 不然你說以前就沒有補助 現在是要補助 是啊 啊以前他有補 現在也是可以不用補啊 啊你可以這樣說 我也可以這樣說 所以就是說 正高雄市其實是 已經是變比較沒錢的市 是啦 負債最高 啊這錢 你又叫他自己出 是不是影響到我們高雄市 高雄市高雄的經費 高雄市的一些國立學校齁 你看 啊也是我們負債啦 沒關係你看狀況齁 我再給那個 高雄市建立一下 高雄市也是我們 如果依照你的邏輯 我有一個新的狀況 可以讓你考慮啦 就是台北市六千自己出 高雄市五千下一步出啦 你看狀況 因為你的財情不一樣嘛 你要有一個標準 有一個研究的狀況 讓我們知道啊 不要老師 標準都在你身上 好不好 標準是大家定的 不可能 那我說的 你的看狀況 我希望給我一個具體的答覆 我們來研議啦 研議 多久 多久會給我一個具體的答覆 研議 還需要一段時間 一段時間 一個月有夠嗎 一個月有夠嗎 因為目前那個 高級總統佳優法 第五十六條有 當 當官總不能說的東西 百姓問你說 那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去讀書啊 看狀況 我們時候要選總統啊 看狀況 那 我說的 給書長時間嘛 一個月的時間 我希望你不要老師給我看狀況跟演藝的答案 我沒有答案嘛 現在我跟那個 習律報告 就是 我們要補助要這筆預算嘛 啊 就一百零三年度 我們 沒有編這筆預算 我們要補助就 有點困難 所以你看狀況 就是 沒關係我可以跟你看狀況 但是我要跟你研究 我要你給我一個正確的答案 你要叫我們高雄市 辛苦一年 也許 我們 可以繼續欠兩年度 再辛苦一年 我現在不一定看狀況要答應你啦 我想說也許啦 啊你看狀況就是 台北市的財政跟高雄市的財政 現在高雄市的財政很辛苦 所以 看狀況就是 台北市沒有你們六千年 繼續自己出 啊 高雄市真的比較散 現在負責比較高 啊不然高雄市沒有來找我們這樣感好 這就是看狀況嘛 好 我也是依照你的看狀況去評估的狀況啊 嗯 好 是不是這個案子 不要說看狀況 不要是嚴厲說 沒有一個 Dayline啦 你如果沒有Dayline 最後就什麼都沒有啦 一個月時間好不好 我們來 我們來處理看看 我們主席已經站起來 就給你單一個月的時間 主席就可以坐下來 來來處理看看 不回應委員要求的這個時間 那 時間的話 可能 還要花點時間 一個月 可以嗎 嚴厲至少要 一個月 一個月 好不好 現在十月底 十月底 給我們一個確定的答案 不要說看狀況 不要說嚴厲 這樣可以嗎 不 這個這個 請主長你盡速回答 你不要單委 因為涉及到 經會的也不是 我 主長一個人就可以 完全做決定了 好啦 你跟部長 你跟成你們當幕 你只要幕僚也 所以是我幕僚也要嚴厲 然後給 你如果很肯定的說 你贊成高雄市 不用出這一條錢 下一步出 其他我問部長 就不要問你了啦 我 你贊成嗎 我要 贊成不贊成喔 你自己就要 嚴厲一個月了對不對 當然 你在嚴厲一個月 不捨在嚴厲一個月 院長在嚴厲一個月 總統在嚴厲一個月 那不是時間都一直拖了嗎 要資料來做評估啦 要做資料做評估 涉及到經費的負擔 你不是說市長說了就算了 那個一個月啦 一個月你跟部長 請部長跟院長 討論好 跟我們北高兩市的市長 討論好 一個月做出一個結論出來 好不好 好 因為我們那個 1030年度裡面編這筆 只要是1030年度 好那個會 那個會議紀錄要列入 一個月要給我答案 好謝謝 好來願意啦好不好 好請教一部一個月內 將這個最後的結果 按照這個許智傑委員的 這個要求 來向許智傑委員跟教育文化